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再次请到了周耀郑教授 给我们谈一谈最近很热的 这个郝大炮和蔡霞的事 咱先简短说一下 郝海东的新中国成立 新中国联邦成立宣言 您当时也是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吗 你感觉怎么样 你说的有点误差 第一时间我不知道 而且我也不想知道 因为这种极端的言论是我们 这种极就是政治上的极端言论 对于让我们中国14亿人 能够和平转轨 变成一个幸福的 转换成本比较小的 我们叫转轨嘛 经济体制的转轨 社会结构的转型 但是我们希望它转型 这成本越来越小 不要那么大 特别是不要两败俱伤 不要你死我活 我们还在这 双鸣共赢 所以这种对于这种极端理论 我都不屑一顾 早就有 我从小就听说过 比如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这就是一个极端言论 我们要打倒蒋介石 解放全中国 这就是极端 千不敢得出政权 咱小孩们喜欢看打仗的片子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也是一样 什么平银游击队 什么地雷战 地道战 什么南征北战 那小时候 就是看热血沸腾 所以说从小那种暴力的文化 极端的思想 反正我是有 我的同龄人 或多少少也都有 但是您觉得 郝海东这个言论 这个举动很极端吗 当然极端了 你得明白 他说就是行 所以我当时我到了清华大学那个老图馆前面看见一句话 叫行胜于言 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概念混乱 言就是行 现在叫法革命煽动罪 或者叫像我们老师讲课 讲课难道我们不好能量吗 我讲半天我得吃饭去 这个行胜于言 这就是一个基本概念的混乱 你的说就是你的行的一部分 那你对这个海外郭富豪的 就是这一批人吧 这个群体吧 您了解吗 就是有人说 我当然不了解这一批人 但是我就听他们的言论 我就知道这里有不少的极端言论 甚至还有一些诈骗的因素 就是有关于GB那个电子货币是吗 有人说是郝海东投资了好多 好多电子货币 那我不知道 我对郝海东我也不认识 因为我不爱看足球 因为中国足球 这个一个就是整体俯伴 什么教练 我记得那些年 我们宣武区的一个教练 这个不是一裁判吧 好像关了十年 说他踢黑哨 很不死了 就给关死了 那个教练叫什么呢 我现在都忘了 不是裁判 什么踢甲球 吹黑哨 所以中国足球 我认为是一塌糊涂 我不爱看 我爱看什么呀 比如说排球不错 篮球也可以 我对中国足球 我就根本我就不关注 但由于我的一个好朋友 叫郑野风 他写过一本书 叫中国足球的出路 我看了 他那里有一句话 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为什么大家都愿意爱足球 或者愿意看比赛 他有一句话 叫足球社会学 人们用比较公正的比赛 来慰藉不公平的人生 这是一个哲理的话 我觉得好 因为足球们表面上看 他是公平的 上半场下半场 你的球门多宽多高 他的球门也多宽多高 而且还换场子 最开始挑场子之后 还有扔硬币 完了表面上看 你都是人 我都是人 所以说这叫公平的比赛 位置不公平的人生 因为每个人生 他都不公平了 尤其中国大陆 哪有公平这时候啊 从小你就是特权阶层 但是呢 足球后来呢 帽帽 为什么我也不爱看 吹假 踢假 就是吹黑照啊 或者说吃兴奋剂啊 满年龄啊 整个就是一滩烂泥 完事 你在凡事在里头 这个干过的人 我觉得首先要反省 先别在这儿 发表极端言论 先反省 用什么老百姓话 先把自个儿 屁股擦干净了 但是郝海东一贯 也是批判 中国足球这个环境的 你批判这个环境 你自个儿 你得说清楚 你办了多少公司 赚多少钱 你办公司 你有收 因为那所得税 我就问你 那多少所得税 那你 我这族群运动 整体是黑的 这点我有一个总体认识 至于说谁黑 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是 不是说对这个 新中国成立宣言啊 您觉得这个在多大程度上 能够推动这个 这个历史发展 或者说已经到了一个 没有什么推动力 就是冒调一声 说起极端的话 什么 你不是说极端的这种 思维 当然有了 你想在满清末年 就有一个叫做 这个叫做我们老校长 我们人民大学老校长 叫吴玉璋 后来你说过 他年轻的时候很激进 他去搞恐怖主义 刺杀 什么什么秦王 后来我再一看 好国民党的一头 叫汪精卫 年轻的时候 也刺杀过秦王 这个这种 所谓搞恐怖的 搞极端的 有的是啊 当时我上语文课的时候 老师又讲过吗 荆轲刺秦王啊 图穷而匕首县 留下这么一句成语啊 就是他们决定 他们就决定 我们把暴君干掉 中国就好了 完全错 这叫极端主义 这叫恐怖主义 有用吗 所以对于这些 极端的言论 我不屑一顾 我觉得有没有用 骗人嘛 他就是 他说的很 但是也有一个 是人的心理吧 也有些极端行动 我也比较 不能说认可 我也愿意提一提 比如二十五 三十五岁的杨家 北京青年杨家 到上海去 玩去了 租了个自行车 被污 被污蔑为偷车 后来就把他 估计肯定受虐弹了 他当天的火车票 也作废了 在车站上 坐了一宿 第二天买张火车票 后来发现 人家那车是租的 在上海旅游 租了一家自行车 有手续 那怎么就说人偷的呢 完全是个冤假错案 但是冤假错案 在解放以后 多了去了 上亿 就撒向人家全身段 上至国家主纪 刘热吉 最大的冤案就是他 好的 那 我的极端言论 我都理解 当然了 你不是杨家 有一句名言 你们不给我一个说法 我就给你们一个说法 是吧 什么意思 杨家就告啊 跟他妈一样 他妈也受到一些 不公共罪态 俩人一块告 好像我记得告了有半年 在其中 上海警察局到北京 赔了杨家 好像几万块钱 就证明上海警察局你们错了 你们为什么把人家杨家一个35岁没有任何劣迹的一个优秀青年 你们就给人家污蔑 完了还可能是拘留 拘留一些我估计可能爱打了 简单说爱打了 所以上海警察局到这来赔钱 杨家不干 杨家要讨说法 最后呢 演化为暴力 杨家后来据说到了上海找了个警察局 杀了好几个警察 最后的结果是把他枪毙 这就是杨家 但杨家呢 因为我为什么说这事 因为我们的学生里有非常有才华的学生 他们就仿照着史记 就是司马迁写的史记 给杨家写一个页纸 给他启会杨大侠 因为我跟他们说交作业啊 交作业他们交上了一个 就一个有才华的人给我交了一页 叫杨大侠 绑照着史记 给他写 多少多少年 怎么怎么回事 我是印象比较深 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是老师啊 人家给我写了一个卷子 等于说 我得看呢 所以杨大侠 据说后来有一度 杨大侠在清门前 有人到杨大侠前的收拾 献花圈 他的一句名言 就是你们不给我一个说法 我就给你们一个说法 那我给学生讲课 我怎么破解这个案例呢 这叫暴力链条 一暴还一暴 你暴一暴 错不错 当然错 但才有原因呢 有人说这不是暴民吗 我是错 暴民的一个原因 就是有暴君 上面有暴君 底下有暴民 上面有暴政 底下有抗暴 抗暴当然我们觉得是依法 比如美国这次 美国这次一个大个儿被警察过度使用暴力 死了 对不对 这就是暴力啊 完了怎么办 人家今天早上我听说了 人家美国的司法系统要审他 给他定为原来是三级谋杀 现在好像起诉他为二级谋杀 那怎么办 那走司法成功啊 走司法怎么办 就举证制证认证 今天我在听新闻说 这个警察第一次听证 好像15分钟完成 这就是对的 你有了暴力 你不能以暴一暴 你得走法律的这个程序 首先先听证 完了可以组织陪审团 完了一证 完了一审二审 所以我就对这时候 怎么样 切断爆炼条 眼泪 我不信社会良性预软 没有任何好处 无需变法 康梁跑了 说谭从你也在跑啊 他说不跑 大义意思就是说变法就在那里流血 你们跑我不跑 没过多久 思细下令 把这无需六君子 有名的就是谭从 二跑 盘倒的了 盘倒的 他不是想 有个人躺着盘地蟹 手背的后腿 往这边都是那个所谓家 枷锁的家就是木头 把脑袋 跟这个尸首大概有这么长距离 就给砍脑袋了 那张照片好像在历史博物馆 你知道吗 为什么因为那里的有我 有我们家一个亲戚 叫做康广仁 就是康有为他弟弟 那是我岳母的老爷 就是外祖父 对吧 所以说呢 那里等于说 还有我们家一亲戚呢 但是呢 那个康广仁 他是替死鬼 因为康有为跑了 康有为有个弟弟 当那年是28岁 是个医生 也在六婆 作为物须六君子 但是物须六君子里 最有名的就是谭自同啊 为什么人家可以跑 人家不跑 告诉你们 就得流血 流血谁 我流血 人家被砍脑袋了 相对 六四刚过去三十几年 你看六四这些某些学生领袖 什么计划啊 人家说了 共产党要开枪 说什么 你可以走 不走 不是 你们走 不是说错了 我走 跑了 你们别走 那些学生你们别走 得用鲜血来教育 中国的老百姓 看这共产党 他杀人 他自个儿跑了 跑到美国来了 你就想想嘛 六四三十几年 戊戌变法当然也是一百多年了 就是三十九六君子一百多年 你就看看这两个所谓的 这个人物 一个说你们都走 康良你们跑 我不跑 我死 一个说 我得走 你们在这留着 好用鲜血来教育老百姓 所以你想想啊 所以六四 我前两天刚做了几期节目 对我看到了 主要 你一个节目叫躺克人嘛 躺克人就是抗暴 来躺克了 躺克人就站着了 以后咱们再说这话题 就是 一段年龄 我吃力逼 就你们对中国的社会 能起什么作用啊 而且逼你们 这个行为激烈的 以言激烈的 有的是 从荆轲开始 荆轲刺秦王 就开始 那叫大侠 包括杨家 杨大侠 人家杀了好几个警察呢 到沙海警察局 当然他我也 当然我反对他这种 这种暗杀无辜 而且他杀的警察 不是虐的他的警察 就是虐他的警察 你也不能杀 比他走到美国这个文明 一闪二审 对对 听证 完了咱们 那咱好 这个郝也能新中国学员 咱就说到这儿 然后前几天呢 我看您在网上也参与了对六四的讨论 那么我想有的观众没有看到 我想您用五分钟时间给我们的观众总结一下 就是您的观点 六四究竟哪边的责任多一点 或者哪边承担什么样责任 学生这边是因为学生领袖的问题 还是因为学生整体不理智 还是因为运动本身的特性 还是因为说共产党这种体制 他非常僵化 绝不能改弦更章 造成了这个悲剧 你觉得各有什么责任 我的出发点不是给人家评论 我的出发点 就是因为三十年以前 我正在人民大学当老师 六四 我木董 还有我的学生 就参加了六四 我现在的意想呢 还是这句话真相 六四过去三十一年了 那坦克人叫王维林 那已经是一符号了 从宗教学 他已经是神了 因为他来坦克那张照片 全都知道 据说得了最高的奖 叫普利瑟奖 所以我就说 首先先别说观点 你先说说 基本事实 你知道不知道 比如说那王维林是谁啊 有没有那人 有 那人是干嘛的 那人是不是个个人的 一个英雄行为 还是西方记者给轰出来的 给宣传出来的 还是一个托 这三件事 现在这三件 这三个逻辑 这三个结论 这都有一定的逻辑啊 但是不是 不是 我三十一年 我就要找这个 首先我就跟他们讲 我就要千方百计的 我要找那个 那一队坦克的 那第一辆坦克的驾驶员 他们那坦克是一个 有编制的一个坦克师 据说是天津的 那一队坦克 好像是十几辆的 对不对 那么现在都过去三十一年了 特别是江泽民 作为中国的一把手 他曾经两次 回答过这次的问题 我记得可能是外国记者 或是一主持人 你就问他 那蓝坦克那王文林怎么了 在哪呢 江泽民的回答 我记得是 他没死 那现在在哪呢 江泽民说我不知道 是啊 你江泽民有可能不知道 但是现在都三十一年了 那么作为中国政府的负责的人 你们得告诉我们呀 他到底怎么回事 你很可能把他保密起来了 把他给藏起来了 但是我们得找啊 什么叫真相呢 找什么 找那一辆 那一类坦克的驾驶员 尤其是头一辆坦克的驾驶员 找你 你现在已经五十多岁 可能有五六十了 问你当时你为什么停 你是自己停 不能让人 还是上 有命让你停 还是告诉你 那是拖 今天就是六月九号 我就记得特别清楚 三十一年以前的六月九号 我在北京 我看新闻联播 小平同志 邓小平同志 第一次出来 因为六四开枪以后 他也跑了 没有影啊 六月九号他出来了 中央那时新闻联播 实况转播 叫第一次军已上干部的扩大人 小平在头上讲 我记得清楚啊 手 多少色彩 为什么呀 可能有可能有老可能有老年性的病 讲的国内小气候 国际大气候 我们当几个人研究 马上就反映 推卸责任 推卸谁的责任 老办部 老办部说你看 你搞这改革开放 结果学生上大街 要推翻共产党了 那小平得推卸责任呢 所以叫国际大气候 国内小气候 最后有一句话 他说 蒋军的战士 或者说 这考试课是合格的 如果坦克 要是压过去就不好了 我说你怎么提起坦克压过去了呢 因为6月4号 6月3号晚上开着枪 6月4号早晨 包括5号 压下去都压断 也叫坦克人方证 就是在六口里 坦克车给压的呀 当然不见得压一个 那怎么 你看6月4号到5号 不是6月4号 你怎么6月5号拦坦克 你怎么就说 坦克压就不好了吗 怎么不好了 6月5号就有一个 王伟林在那拦坦克吗 那坦克就没压他吗 他往南 坦克往北拐 他往北 坦克他往南拐 世界都看见了 那张照片 或者说那个镜头 是在北京饭店四楼拍的 我们都调查过 那个角度 当然是三个角度拍的 但是他传来的 我们现在看见的就是那四楼拍那个 那个画面质量很好 31年了 为什么你们不去弄真相去啊 就开始讨论 这六四怎么回事啊 真相你们都不知道 我在前三天 我跟江林女士做了几期节目 因为江林女士非常的优秀 当时她是解放军报的一个 药文部的记者 就是有重大的信息 解放军报 一共是四个记者 他们那个组四个人 其中有一个女的就是江林 他在这呢 他就跟我说了一个重要的 我不知道的事 就是在1989年 解放军要开枪的时候 即国防部长张爱萍上将 带着七个带六上将 一共有七上将上书 反对开枪 反对进城 反对镇压 说我们的军队 人民的军队 不能向人民开枪 你想啊 他的那个作为 跟现在美国国务长差不多 现在这个借铁发挥吧 就是借着这大个被施暴 死了以后 现在美国有百来个城市闹事 打砸抢烧 完了美国总统曾经有意度要调国防军 美国现在的国防部长跟他有分析 说没有到罪的时候就不要调 所以我就想吧 美国现在的国防部长 跟我们三十几年以前的 我们的老国防部长张爱萍 一个党次 张爱萍也是 但是这件事原来我听说过 但有人说就是谣言 现在江林去年来的 来不家了 今天我们俩子联系线 他就是那个当事人之一啊 你想张爱萍上将组织 这一户七个上将尚书 张胜的 张爱萍的儿子张胜 当时那个大校 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一个局长 对不对 他们俩 这个因为江林呢 他是解放军报的记者 他认得 人民日报 叫普鲁铭 这样这样子的事 告诉了保育军希望能登 人们说差一点没登出来 所以当时就传有这事 我知道 西山上书反对暴力 但是后来 告诉我这个谣言 现在告诉你了 不是谣言 但是江林说了 我三十年我都没说 所以我就说你先说 你对这个什么看法 你对什么看法 你首先得问 基本事实你知道我 江林还跟我说了一件事了 我根本就不知道 在1989年3月8号那一天 拉萨开枪 江林被派到 拉萨 因为他是解放军报的记者嘛 当时做了一架专机 从首都的西教金厂 还是南云机厂 那个专业就做四个人 江林解放军报记者 还有一个摄影师 还有八一电视 本场的一个 就是设置组的一个 也是可能是一个摄像吧 还有一个人 他们坐飞机到成都 从成都再转到拉萨 为什么拉萨那时候要派一个 解放军的一个坦克师进去 已经有一个师了 到拉萨了 而且拉萨还有那武警部队 所以说呢 那师是从青岚公路那边进的 他们坐飞机过去的 所以说呢 是为了采访这事 所以江林到了拉萨 跟我说一件事 昨天他也在晚上说了 到了拉萨 他是一个 解放军报的一个高级记者 中央来的人呢 对对 中央军委派的 完了拉萨的头 就带着他去看监狱 就是关着一些 这个拉萨的这个藏族小伙子 他到了那监狱一块 或者军律所吧 你看好像全是人满为患 为什么 没地方坐着 都站着 这些所谓的 用咱们现在话叫犯罪嫌疑人 你知道吧 当然了这个拉萨的头一开门一进去 江林跟着他嘛 这些小伙子叫什么 叫爸爸 大伙子都叫 一口同时叫爸爸 爸爸 江林说这怎么回事啊 陪他去的那个头 就说我们都认识了 因为拉萨很小 从这边就能看见那边 所以那些藏族的小伙子 他都认识 所以叫他爸爸 所以说一下这事你知道吗 3月8号就开枪 而且当时开枪的时候的那个头 就是胡锦涛 为什么 他是西藏自治区 一把手 有一张照片 是知道 西藏是先开枪的 你不知道 你瞎问 就是说这个六四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那些基本事实你先搞清楚 你再说用你的逻辑 怎么回事 我是想让您介绍 就是你刚才说到这个学生领袖 你是不是认为学生领袖的责任大 还是学生整体 还是说这个运动 这话就是一个问题 谁的责任 他们学生领袖知道这事吗 你问问 他们知道开枪吗 误判 他为什么误判 他没有材料啊 你瞎 如果那个时候 江林从3月8号 这个从那个拉撒回来就干上学生啊 拉撒已经开枪了 完了学生 我在人民大学劝他们的时候 因为我们人民大学的校长叫 袁宝华 是一个副总理级的干部 非常负责任 他在中南海开完会 急急忙忙回到人大 但是我老师啊 就把我们老师集中钱了 原话就是好汉不吃眼前亏 原话 什么意思 劝自己的学生赶快回去 别在广场待着 但是呢 学生说 解放军不打老百姓啊 虽然已经军队都进城了 但是解放军不打老百姓啊 这89年呢对于我来讲已经过去31年了 但是历历在墨 当时我在人民大学上课 人民大学的学生就游行了 校内游行 我们在办公室看见了 这窗外都游行了 我们就下去了 我就跟你说这个 简单跟你说这个过程 完了呢 这个这个为什么要游行呢 就是422世代 旗帜鲜民的反对动乱 这是冤假错案吗 毛泽尼已经造成了10年代的冤假错案了 撒向人间全是怨了 你死了以后 平文一样突然 完了药邦好人 死了以后大伙照念的 怎么了 他就12流社论 非常的荒唐 走极端 我不说学生走极端 在哪里走极端啊 你凭什么下一社论呢 还在旗帜先制反动乱 是动乱吗 人家人家广大的学生和老百姓 今年今年 不要忘了 走极端 走极端呢 学生就不干 所以就在校内游行 校内游行呢 我就下去了 我说你干嘛呢 游行啊 为什么要游行啊 反对啊 反对啊 反对这个 军甲村啊 跟我们下扣帽子 告诉我们搞动乱 对不对 完了呢 这学生 我们学生把大门关上了 不让他们出去 这学生越聚越多呀 我估计得有成百上千 出去出去 我记得特别清楚 什么意思 让刘英队出去 到大门了 我们的大门关上了 到大门了 人也越聚越多 后的学生就喊出去出去 大门开了 学生出去了 就这么 完了出去游行 游行到天安门 完了之后回来了 完了回来之后 又来一波基金派 就所谓去年 这个香港那个勇武派 不要叫你词 有的意思 游完行就回去了 尤其我们学校 中国人民大学 游完行之后 开运动会 上课 没事了 北大那边的学生来了 学识 宣布学识 到天安门了 学识完了又发展 因为在运动里 谁激进 谁就是头 谁失那 谁的行为激进 比如说你说我静坐不行 我得游行 游行我得出去游行 我出去游行 我在天安门游行 到天安门游行 我得我得静坐 静坐不行 我绝食 你绝食 我当时还听见 你绝食有几个 当时在天安门 有十两个学校自焚 好家伙 我还有一个好朋友 也是劝他们 拉他们 你想想啊 谁激进 谁就是头 谈一谈就是蔡霞教授最近发表的这个政治僵尸的这个说法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这个发言实在是太惊爆了 说的 不是发言惊爆 就是他这词 级别最高 因为那个任大炮任志强曾经说过 这个老大就是一个小丑 完了我们的老朋友郑也锋 曾经也说过 劝共产党和平淡出历史舞台 中国要转型 但是转型的时候不要 血流成河 那怎么办 你和平淡出去 这叫和平转轨 完了呢 当今 我认为当今的谭聪 就是清华大学的教授许章润 堂堂正义 他曾经发言 点名批判习近平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背去了邓小平的路线 比如说韬光养晦 比如说以经济为中心 一百年不动摇 你想想 对对 所以他们这些人呢 应该说都很有勇气 但是呢 蔡霞这个词政治僵尸 这个词的级别 是我听到的这些年级别最高的 而且我当时就 我当时也有个误判 哎 我说蔡老师 堂堂正义啊 但是你可别忘了 你是中央党校的党建的这个研究室或者是那个所的一个明教授啊 你知道 你是研究党的建设的吗 对对对 那么你影响的话当然对啊 比如党怎么提拨干部 干部路线 年轻化知识化等等 私化 这都非常对的事啊 但是你在哪说的这话呀 你不知道任大炮说这话就失踪了 对不对 宇章润现在也是控制出境了 因为他想到日本去看病去 不让出去 据说工作好像也没了 工资好像也没了 这点事我再核实一下啊 这个反正不让教课了 许章润写的著作倍儿棒啊 就帮卖了下架了 对对 那你蔡霞当然了你已经退休了 我知道了 但是我当然有个误判 哎我说蔡老师堂堂正义的这么一个人水平非常高啊 研究就研究党建的嘛 党的建设的嘛 在哪说的呀 我以为他到美国来了呢 因为蔡霞去年就到我家来了 他还不是到我家 我们是开个会啊 去年来过美国 我们一块吃过饭 我们一块开过会 我跟他没有深交 因为人家是党校 我人民大学嘛 我是讲社会学 他是讲党的建设的嘛 但是我们认识 我们一块开过会吃过饭 但是我的感觉是素质很高的人啊 嗯 那你怎么着 你怎么积在往实上 你想中央党校的一个非常好的教授 蔡霞教授 说你是政治僵尸 你赶快退出去 你不退出去 你不辞职 共产党就差不多了 为什么他隶属 这个习近平上台这几年所在决策呀 简单说没有一个对的 一个错加了一个错 一个错加了一个错 造成中美关系自由落体了 现在谁也挡不住了 所以自由落体嘛 就完全靠着重力 落哪算哪啊 所以说蔡霞堂堂正义 刚才说你 你习近平你已引咎辞职 是吧 所以说呢 但这个事的我 我的判断失误呢 就是我觉得 蔡霞不应该在公开场上说这事 实际上不是 是有一个小子给录了 就给传出去了 全是自下的场合 当然是自下场合了 就跟那个老毕似的 中央台上老毕 不唱一歌吗 这个什么 志祺维护山吗 那也是一样啊 那老毕 那是他们的 中央台上台的人都才华横溢嘛 人家一块吃饭的时候 人家要唱歌表演 还得幽默 那是他们的一个习惯 让人给录了 录就给他上了网了 上了网之后 造成老毕 丢工作 但你得想这种事儿还有啊 所以我一再说 你们说话的时候 你们就得明白 录音就在这儿搁的 你说什么话 我告诉你 原来叫隔墙有耳 像什么隔墙有耳 这每个人兜里全有 手机都可以有录音的功能 所以说我觉得呢 对于这种极端言论 当然我认为蔡霞这还不是极端言论 人家人家蔡霞是研究党建的 你党的建设到这块儿了 习近平上去了 怎么上去的啊 那不是一系列不凑坐吗 那上去之后你就辞职不就完了吗 就跟现在我们的中华民国台湾高雄那头 叫做韩国瑜高票当选 怎么样 前两天高票选去了 真是好啊 就说既然你的来 选择来的是人民 那么人民可以选你 那么人民也可以罢免你啊 你想想 台湾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中国有吗 你想起你们是选的吗 党内民主参战都没有了 你想想 七个常委 按说七个常委你得开个常委会啊 或者你开一个正与的会啊 或者你开一个正与扩大会啊 这都是坚持党领导啊 现在一直说算 所以说蔡霞也是忍不可忍了 所以她说的这个她的那个观点 或者说她的那主张 当然对了 但是你这么说 那用词有点过激 比如说你说她是政治僵尸 这个词有点过激 就包括任大炮 说她那个习近平是一个是一个小丑 这些过激的话还是少用 那这些党内的既得利益者 包括体制内的党校的企业家 红二代用词这么过激 您觉得这反映了是不是一种普遍性的现象 也不能说普遍 中美观也一样 中美观我一旦说降温降温降温 因为原来是冷战已经变成温战了 一个温度的温 一个温宜的温 那你温战之后 那您觉得怎么样的说法或者说行动 能对这个中国有个最大的促进作用 没有最大也没有最好 我们只能是每个人尽到自己的责任 就自己尽到自己的责任 你不是我就是办学 我就是老师 我就是讲课 我跟你们百事讲道理 比如说这个躺个人我们做了三期 我就要告诉你们呢 这躺个人好几种观点呢 三种观点呢 你们都可以判断 那么现在还没水水水水呢 找着这个坦克驾驶员等 就可以确定到底是托 还是英雄行为 还是外国记者做的一个东西 因为那个带的是 是从那个北京饭店带走的 那北京饭店当然已经接到指示了 那些公安部的 关于外保的人 团团的包围 你走 你带着那带子走 那带子非常重要啊 因为他得拍摄 他还得把这带子带走 带走还得到 就是美国的电视台 在播放嘛 所以说到底是怎么走的 是有意放走的 还是疏忽溜浪走了 还是内部人有同情者啊 就是我知道你带着那带子 但是我是板本的 我同情你啊 我同情学生啊 走放走了 现在都得调查 这些基本是 我给搞听之后 你们每个人要反思 你再开始怎么判断呢 你说那王文宁就是一神 就是一个偶像 如果干的那是托 你就判断错了 你上当了你 那边有骗人的 有骗人就有受骗 你老受骗你对吗 你反思啊 或者说那人就是一个英雄人物 找他31年了 那小子可能也接近 我估计可能也50多了 因为那时候我想他可能20多 现在过了算是一年 他也侮辱了 如果能找他 太好了 你把你的心理声 你说上 你撒谎也不要紧 我们要是真人 或者有人见 我们刚才跟你说了 江林的一个人家一个老同学 人家当时在那个 咱坦克的那个周围啊 人家见着王维林了 见着那坦克人了 跟他对话里面还 还问他 你怕不怕呀 那边坦克压过人 这边的坦克都来了 完了你就是在看 真的骗过吗 那个人在当场 就30年以前 那个江林那个老朋友 他见过王维林 还跟他对话呢 问他你怕不怕呀 王维林说我不怕 那我要问问了 30年以前你不怕 你为什么不怕呀 对不对 你想那 那坦克是军车开着呢 你就去拦去了 那危险很大的 那你为什么不怕 你得说清楚 所以我说先把真相搞清楚 咱们再说 你什么 你什么这个观点啊 什么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1989年3月8号 拉撒就开枪了 你又不知道 1989年6月4号 北京就开枪 打左人打子成百上千 有人跟我说成千上万 我不同意 这是我的判断 因为没有准确的数字 官方的数字也是神仙数字 但是我的判断是成百上千 不会成千上万 这是我的判断 我判断错了 我减啥呀 你判断错了 你哪点出现误差了 行 是你过于主观呢 还是你过于表现自己啊 我得手上听闻呢 因为我得手上听闻呢 你不经许死不交嘛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您看现在任志强啊 企业界包括蔡霞啊 不管他们公开私下啊 他内心是这种想法 是不是说明党内外 对于目前的局势 也比较焦虑 你觉得下一个 还会是企业家 或者是学校教授 或者是政府官员呢 那这个习近平他 我没有任何的 我没有任何的事实 和思路来回答你的问题 谁是下一个谁啊 那这种局面能够维持多久 或者习近平会改变吗 现在这种局面 我觉得当然不会改变 权力是普世纪 绝对的权力是绝对的普世 人已经干八年了 人家再干两年就是二十浪 接着干 因为我记得他跟普京 有一次说话 普京说你给我二十年 我还给你一个新的俄罗斯 我记得好像 习近平也赞同 你给我十年不行 你再给我十年 所以他修宪 修宪的意思就是他接着干 干到2022年2022接着干 我认为他现在肯定是这个打算 至于说到时候他们是不变卦 那我哪知道 反正蔡霞是尽到自己的责任了 说我作为六罗斯一个党校的资深教授 我觉得你习近平你这执政这七八年不行 所以你引咎辞职 他提出这个他的意见是堂堂正义啊 人家因为人家是党员 而且还是党的干部 人家当然可以对你这一把手提起来 干的不成 你就辞职或者你就换个地儿 就相当于高雄市的台湾人民 你韩国瑜你原来是高票当选 你干的不成高票下去 这是关键 我就想怎么能让中国大陆 能够赶上这个台湾这个素质 我选你啊 但是你不行不行我再把你选下来啊 这个是目标 不是说你在这说两句话 说我要这个什么打倒什么灭 你说礼仅激进的话有什么用啊 你得想想 学习我国的台湾地区 也就是中华民国 他们怎么转型的 他们原来也是啊 他们也跟中国大陆一样嘛 同种同文嘛 那人家怎么转型啊 人家109年 人家这个 这个袁仁海是第一任中华民国总统 蔡元铭是中华民国的第15任总统 所以说那个那个对不对 我觉得你得研究这个 这是这问题 学习台湾 他怎么转的行啊 他转型之后 他转型的时候死没死人呢 那我们要转型 我们正去找死人呢 当然也可能死人 那你得找死啊 人家就说是用自己鲜血浇灌的 我给你念一任第一任大总统的 就是1916年6月6号 这不刚过去吗 1916年6月6号 袁仁海去世 袁仁海什么人 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 他的遗书 我刚看见他 我觉得非常有价值 很短 遗书 约恨只恨我 读书时少 历事时多 今方方有事 皆由我起地质之物 苦我生灵 老我将士 群情黄黄阔 商业凋零 如此结果 咎由自取 自我批评 就是他称地 八二三天死了 对于称地这件事 他叫地质之物 物错误的物 咎由自取 物我是小 物国是大 摸我心口 空隙毁隙 自我批评 袁仁海第一任大总统 素质比咱们这老大高多了 我就告诉你 这蔡霞那就是 你在你干你干这八年 你一个失误接着一个失误 你让中国都向左软 方向就错误 怎么样 你辞职 或者说你挪个地儿 这意思就是这意思 所以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念这个呢 我就让习近平 你学习袁仁海 你知道袁仁海生地 八十三天他死了 你在这搞义村 你现在搞了八年 人家蔡霞这些有良心的 有水分这些人告诉你 你该他们辞职了你 学习高雄人民 韩国瑜我们选择 怎么样 一看他不行 就给他选去了 好 那非常感谢周教授 对以上几个问题的精彩回答 我们下次有机会 继续邀请周教授 连线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可以PayPal或微信打赏 左边是PayPal的转账邮箱 和转账快速链接 PayPal在中国可以注册 右边是微信转账二维码 如果不成功 可以加编辑的微信号 同时发表您对节目的意见和建议 在我的个人频道 审时多事 会有一些生活旅游类Vlog 和一些对节目内容的补充 以及不定期对留言的回复 另外还有周周侃 微信群和电报群的入群方式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